大家午安 今天真的好冷喔 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吃热乎乎的豆浆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一家豆浆店 其实在地传承已经将近是有30年了 最有名的就是这边的咸豆浆 因为它的咸豆浆里面是加了像是虾米 还有榨菜 葱花还有醋跟酱油下去去做的 这个做法跟一般大家在外面看到的豆浆店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老板也说他们是使用以前客家人的传统做法 那在咸豆浆这边外面还要再加油条 那另外这边除了咸豆浆之外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这边的烧饼 因为这边的烧饼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用现杆面团去制作 然后也是现杆现烤 那里面这个烧饼也是要烤得酥酥脆脆的 上皮烤的微焦之后 再来做烤里面的这个动作 也成为在地人在这边传承将近30年的好味道 的烧饼也开心